請問大家拍照 這是剛新型法型要考的嗎? 已經開始錄了嗎? 我已經開始錄了 而且我們已經要 幹嘛 這什麼奇怪問題 我要介紹第13課的合掌村 就是主題 你要提什麼?幾月 喔!這是一月 對,因為雜誌,然後第十三課的主題是合掌村 然後這個是被列為世界文化銀牆 我來看一下 喔,美美的 對,就是很漂亮,因為它冬天會下雪 然後再加上有點燈的活動,所以會就是很像童話故事一般的情境 然後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講說為什麼它叫合掌村了 它就是,它的房屋有一個很特別的造型 就是很像我們手掌合起來的那樣子 喔,很像白白的這樣子 對,所以就是叫做合掌村 然後我們既然講到合掌的話 那就學一下掌心怎麼講 掌心就叫做Palm 喔,所以這叫做Palm Palm P-A-L-M 然後合掌的動作就叫做Put your palms together Put your palms Together Together 我們當然學會你 好 好,謝謝他 謝謝 嗯,開始錄了 嗨 嗨囉 你現在在看什麼東西 欸,我在看奧斯卡獎 我每年都會看 為什麼你上班每天都會看奧斯卡獎 因為我很在乎這個獎 比你的工作還在乎嗎 真的比我的工作還在乎 大家要記得喔 2月9號是今年的 明年,2020年 欸,明年,今年,今年 我已經搞不清楚了,對不起 今年的奧斯卡獎 是台灣時間的2月10號 對,然後為什麼我在看這個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1月雜誌裡面 也有一個是在講 就是 頒獎的這個 而且這是我提到的 而且我就是想說 差不多這個時候 就是獎記 就是大家知道嗎 就是 1月到2月這段時間 會有很多 很多聖大的頒獎典禮 像是葛萊梅獎啊 然後 英國奧斯卡獎 就是英國電影學院獎 跟 還有那個奧斯卡獎 就是 Academy Awards這樣 然後 所以你在1月 如果你鎖定 就是如果你很關心 這些東西的話 你就會發現 1、2月有非常多的獎 可以看這樣 然後就是看看鴻台啊 然後聽聽他們那個 感謝詞 然後順便練習一下聽力 對,很不錯 那關心 這些東西 有激起你什麼想要 講英文單字的興趣嗎 我覺得有一句話很重要 大家可以學一下 就是 你們這一次仔細去聽 當他們要講說 就是這個獎要頒給誰的時候 他們通常會有一個 固定的詞 這樣子 然後那個固定的詞呢 就是 我看看喔 偷看一下小超 對 對,就是講說 今天要頒的是最佳男主角 他就會說 The best actor of words goes to 然後那個人的名字 然後這不代表說 那個獎就是 自己走去哪裡 也不是 就是指他們頒給某個人 這樣 然後他們 不會用特定頒這個詞 他們 常常都會使用 就是我剛剛用這個 一個獎 然後 goes to 一個人 這樣子 那你下次聽的時候 也可以把這個 學起來 這很實用 OK 好啊 不上班 給我繼續看下去啊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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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